口误伤敌因 崔佩怡儿子抨击孙安佐网友骂道翻调 妈妈带道歉我们是很善良的 最近孙安佐事件沸沸扬扬 虽然事后解释是玩笑话 但警方搜出他有多众军火物品 怀疑他恐攻嫌疑极大 因此被关入监狱等待审判 事件曝光后星二代的教养问题 成了讨论问题 而崔佩怡儿子贝克宇则是首开第一波 在脸书上PO文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 贝克宇因成长过程也是受尽宠爱 从小也是满满的客后辅导 生活过程与孙安佐相似而被拿来讨论 他对此一不开心在脸书上泡轰 我知道我很受家里宠爱 所以大家很怕我会不会像最近扬言反攻的某女星儿子一样 我很知道什么事情是对是错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请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 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 明显就是某女星儿子就是迪英独自孙安佐 有部分网友认为贝克宇这样子根本是在落井下时 迪英看了定会难过伤心 认为贝克宇不该发表这样较为激烈的评论 崔佩怡德之后出面就火表示我事先不知道他 Blu 这篇 后来看到脸书才知道 加上我平常在节目上讲每月花四万块帮儿子请家教也被劈炫耀 我觉得很难过 但我们不是落井下石 我是真心的希望迪英孙鹏渡过难关 我跟他们也都是好朋友 他们的小孩很单纯 孩子我也会好好教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是很善良的 真的对不起 我们做错了 接着更说贝克宇跟同学上课常常不专心 因此才月花四万元请家教补习 之后等儿子毕业也想送他去美国念书 自己也会陪伴过去 崔佩怡透露事发后也传简讯给迪英表达关心 但是迪英目前还没有回复 有人问贝克宇对军事也兴趣吗 崔佩怡表示没有 她是对音乐有兴趣 但有兴趣没有不好 要尊重每个人的兴趣 不过也有其他人觉得被克宇感觉到自己被比较 替自己发生有什么不对 本来就言论表达自由 又没指明道姓 何必道歉 小编觉得 星二代受到比较替自己捍卫没有不对啊 毕竟受到负面性的比较 本来就不会高兴 是可以理解的 次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